安安 大家好 這一集呢 想跟大家聊一聊 一個名詞 油膩的中年大叔 我們這邊先聲明就是說 這個名詞來講 聽起來就有點別的意思 但是我們這邊呢 是用 應該說我們是用一種 分析討論 或是說一種 解析的一種立場 就是說今天的一個節目 沒有用一種 鄙視或是一種 先入為主的立場的觀念去講 也沒有用哪一個 族群的世代的角度去講 就單純就是說 用這個東西它去做一個解析 就等於是一個現象看本質 這樣子的一個探討 好 那我們 今天節目的 重點在於就是說 油膩的中年大叔一般來講 給人的感覺就是那樣 但是 應該來講說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一個畫面的呈現 我們先直接講後面 講後半段 就是說 我們舉個例子來講 就好比說在職場 在職場好了 在職場來講就是說 職場更是明顯 有這種錯覺的情況 就是說 職場來講 好比我們常講 一個辦公室裡面 那目前在整個的一個 就業環境市場 在台灣的就業環境市場來講的話 一間辦公室來講 近距離變得普遍的一個 結構我們之前節目有稍微提過 大概是20 30 40 50 為主要的一個部分 60的部分可能就比較少 一般為勞動的一個部分來講 你說有啦 什麼總經理股運啊 老闆的總經理的特助啦 那種幾乎是所謂的那種 應揍出來的缺 我們就不講 我們自己講正常的一種 工廠或公司的運作流程上 所需要的一個人質架構 一般來講 2、3、4、5、17歲 這樣的年齡層 那20、30來講的話 都還不到有這個名字的一個尊稱 那50歲的話呢 一般來講的話 可能不會用中年來形容它 就是用個長輩 甚至說 如果你是說 50歲還呈現出一種 比較中年大叔的一種感覺 也是有 50初來講的話 這個可能也是一個部分 那一般為什麼會有這種 一個油膩的中年大叔 一般來講怎樣 如果我說舉例子來講 如果說今天 假如說 40、50歲的人 他今天如果是 在職場是一個 德高望重 的一個位階 我們講的位階 我們今天講的就是位階 位階 直等 直缺 理論上來講 人家不會說它是 油膩的中年大叔 為什麼 因為一般主管來講 都會有基本的修飾 為什麼 你看抽白了 領的比較多嘛 製裝費也會比較高一點 所以理論上來講 形象上還是要顧一下 當然就是先有形象 這個走在前面 這很正常 所以理論上 如果你是主管級的來講 理論上呢 不太會去油膩的這種感覺 為什麼 形象 那一般來講呢 就是說 會怎樣 油膩的中年大叔 一般來講 普遍我們這樣看起來的話 就是怎樣 到了10、50歲 依舊呢 比較屬於走在基層的一個情況 在某些層面上來講 就是有點 有點 我們 我們要表達我們今天這個節目 真的沒有什麼 主觀的異常 我們只是用一種很客觀 靈性的一個分析 那 油膩的中年大叔 在40、50歲 偶爾會成立一個現象是什麼 就是 在基層 不是他不願意生 是生不上去 我不願意生 而沒有生 跟我生不上去都沒有生 這兩個是不一樣的畫面 只是說最後在修飾一下 我就是因為不缺主管之類 所以我不生 跟人家一開始就沒有要你生 而沒有 那一不太一 那我們今天 沒有在於表面的一個修飾 我們沒有 我們今天只講實打實的 有意就說一 的一個 一個拆解的一個 一個分析的內容 那如果是說 當他如果沒有一個近身的機會 生不上去 說白就是生不上去 也勤勤懇懇的做 然後也跟人家做一樣的事情 然後就是生不上去 然後大家也覺得他生不上去 就這樣子 那久而久之 你說他多有熱情 對 他的熱情他會有 舉夠的學習 這點承認 但是還是會有疲憊的時候 而且重點是啊 我們要表達就是說 在這種所謂的一個職場 跟辦公室來講的話 一般來講 四五十歲的人 如果還是繼承的話 還有一個蠻大一個系列的點 就是這樣 周圍的同事 年輕的一輩 人家也會看啊 他不是主管 他不是紅人 人家就怎樣 人家就會 沒有那麼的尊重 如果說 剛好又遇到了比較倒楣 遇到人家 穿小姐 又故意給他 那說白了 真的就是 坐實就會比較辛苦 那呈現了一個落魄褲 就有時候的一種 不順遂啦 不過呈現了一種 比較狼狽的現象 我們講狼狽 會比較多一點點的時刻 當然有可能 可能在中年人 他也會迅速的怎樣 調整自己的心態 為了要生存 他很快 內心會調整 沒有錯 只是說 外部的一種 那種小事 那種小麻煩 那種干擾 髒銀般的干擾 還是會存在 所以就是說 一定會有時候 呈現了一種 比較狼狽 相對就會成一個 這樣 很油膩的中年大叔 那有時候 我們中年人呢 有時候 你看那個中年人 在一個 中年人 在那個 跟人對應的時候呢 沒有發現中年人 他在某些時候呢 他沒有辦法像 就是說 因為面對各式各樣的人 好比說說 人家如果真誠 真誠去對應 可是如果說 好比說 今天如果是說 好比說 今天一個主管 對應的是一個 他在對那個 比較基層的中年人 在對應的時候 那有時候呢 在應對上呢 如果你是主管 你有一定的威望 有一定的威權 有一定的分量的時候 人家比較不敢造次 可是有時候 往往啊 這種所謂的中年的基層 他沒有任何的詮釋 也沒有任何 就是等於是說 阿龐盤那就是沒有紅了 也是比較弱勢的情況之下 有沒有 他呢 有時候 必須用一種 比較 比較用一種 比較 呃 怎麼講 就是說 跟人在應對上 就必須要比較大一點的 阿不要這樣嘛 阿對啦 好啦 阿可以啦 阿可以啦 阿不要這樣嘛 人家在定他 他知道人家在定他 他總不能翻臉嘛 阿好啦 好啦 下次一定好 下次一定好 那久而久之就會給旁邊的人 一種比較有力的感覺 如果今天是主管 阿不要這樣啦 這樣啦 主管 這個主管很會Social喔 阿如果是中年基層 阿不要這樣啦 阿你看又在那個了 對 呈現出來的 有部分來講 一樣的人 不一樣的人 一樣的事 但是呈現不一樣的感覺 就是這樣子 所以久而久之會有一種 油膩的重點大術 但是事實上 如果看待這些所謂 認知的油膩重點大術的心理 他當下 何嘗不是在低血 他當下 何嘗不是在低血 不管他那時候是 嚴肅的 憤怒的 開心的 對不對 甚至卑微的 喜悅的 慘媚的 這時候啊 為什麼 因為位置不一樣 對阿 尤其是 有時候我們看到 一個情況就是 欸兩個 我舉個例子 兩個一樣是 同一期晉升的人 假設說 已經都大概是 有人已經升到 中間幹部了 那有人還在計次 欸有喔 在職場來講 理論上來講 大概晉升個 大概兩三波來講 人的差距就打開了 第一波 第一波的晉升來講 可能沒有改 但連續兩波晉升 那個人的 那個 不要說人跟人的差距 那個製作板的 公司的定義上 就不一樣了 對不對 主管很多 進去開會 有你的中年人士 在哪裡 沒事還是 坐自己的位置 沒事就看他坐在自己的位置 那就只能怎樣 不然他人怎樣 他很想就先做不幹了 我今天對不對 我今天就就就就就不幹了 欸想想生活 欸對啊 而且事實上啊 有一個中年大叔 他相對比較容易被分配到一些比較不好的事情 好比就是說 欸今天來講 我舉個例子來講 公司如果有活動 公司活動來 好康的 好日期都會被什麼 被選走 第二個被主管選走 第二個被紅人給挑走 第三個怎樣 被拉幫結盤的人拿走 那如果說 其實你認為有一個中年大叔 如果他要沒有拉幫結盤的話 那相對的獲得資源就會更少 就會感覺越變化 那他願意嗎 也不是他願意 所以 那我們今天要表達這個形象 這個點是在怎樣 有時候事實上我們也是 應該就是說 那這樣的部分 也都知道啊 我們也都理解啊 那你這一集要表達這個點是怎樣 是怎樣 是幫助人家落水打勾嗎 還是說是幫助人家 怎樣 給人家一個精神的 那個雞血雞湯嗎 也都沒有 所以我們 這個來講就是說 我們只有一個表象就是說 賽者有你的中年大叔來講 他並不是自己願意這樣 而是整個環境 整個 讓他一直這樣子 那你就說 那這個原來的中年大叔 如果要當他 當他 當他 我們就要當他 如果說 轉職換個工作 換個環境 會不會比較好 理論上 應該 會 但是這個又取悅到我們之前講的 取悅到這個 這個 基層的中年人 他 之前 累積 他已經中年了嘛 中年累積上來講 應該也已經有試開頭 已經試了一定 我們一般就是整個HR的一個定義 就是 你的年紀嘛 所以擺了HR 每次幾乎在挑 海選人的時候 有沒有 那個說擺了幾乎 前面為什麼HR 一開始挑人都要挑那個 好學校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HR 如果沒挑好學校 會很容易被友人出管說 為什麼都要挑這個給我 當HR一氣 好 我都給你那種名校 劉美 劉銀 劉德 劉法 你沒話講了吧 那不好 那是他自己的問題 所以你會發現HR都會跳那種好的就是這樣 所以有時候就是 我們有時候很孝真 公司能不能挑到好人才 HR要負很大的責任 因為 我是說重點 用人那一關 而是前面 HR已經把 我們認為很奇葩的優秀的 又前面的人都已經刷掉了 好 OK 這是題外話 那 剛剛我們講的一個重點 他部分來講 他是他自己願意的嗎 沒有 整個副造成他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變成是 那你說那怎麼辦 那你說那 剛剛講的 那他就跳槽了 可是我們要取決到 因為已經是中年了 所以變成是要取決他之前累積的能量是怎麼樣 如果是說 他之前 我舉個例子 之前的技術能量沒有很高 而因為這樣而在基層 這是一個點 或者是他明明有很強的技術能量 但是怎樣 被人家 被主管 被職人的主管怎樣 被雪場 被人家 被公司的高階主管怎樣 末世 被同事因為人際關係不好被打黑啊 這如果是因為這種種的因素 而他這個情況 他離開 的確有可能是會有更好 但是也是 伴隨一個風險 這我們必須 我們有一說一 我們 不會一味的 那一種很浮誇的那個 有一說一 因為畢竟是中年了 所以你年紀上一定會有個點 為什麼你不是年紀應該要等一至上 我們剛剛講的 用的是什麼 HR選的 HR還會跳人 會以他自己的 不被被定的一個情況下去飄啊 那這時候海選來想 初選來想 就有可能那個了 所以理論上 我們認為說 我們常常講的有沒有 那個 真正優秀啊 頂端的人才啊 不怕後面的一個 機關啊 因為你越後面啊 越到後面的高階主管在跳的時候 會越發現這個人是奇才 但是往往是在越前面的一個海選的部分有沒有 他在眾多的一個作品中他會被消掉 所以這個事實上也是未來啊 事實上我們常講 未來那個 HR AI化有沒有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情況 就等於是說 如果能讓AI去挑選更優秀更精準的人 我覺得這個可能會對公司對企業 是一個很好的幫助 這個以後可以挑一些角度 事實上 在AI的一個目前的所有的部分來講 認為應該是 當然AI可能一下也難取代HR 但AI可以幫HR分析海選這個資料 這個很專業的這個部分 應該可能要拉出來給AI做 那前面如果HR的朋友可能會生氣啊 會抗議啦 怎麼可以這樣呢 對不對 敲我們的飯碗 但是事實上 如果我們講的是一個宏觀 以整個企業的發展來講 這的確 對 因為AI在挑選人的一個部分來講 他可能搜尋到 甚至啊 他可以在網路上搜尋到 這個人的方方面面 你怎麼可能 我舉個例子 像主管啊 都會去挑選下面的人 看他的FB啦 IG啦 抖音啦 YT啦 看他的方面 為什麼要了解這個員工的部分 所以這個事情 AI他如果在前端他能不能做 可以 他等於可以明確判斷說 在一個學員工的 性向 選項 他的作品 他服務的一個部分 對不對 那服務的公司 OK 然後跟他之後的 好比說他 他簡歷上寫了補件公司 那 AI可以很精準的去分析這些公司 然後給 後面的主管怎樣 精準的答案 去評估 去問 去了解這個員工 是不是 真的如他簡歷所寫的 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這一般的HR 老實講 真的是不太可能 至少目前還沒有看到 很少 很少 對啊齁 OK 所以這個 這個改變我覺得 真的可以拉一起來 來 來討論 OK 那我們剛剛講的 油膩的中年大叔 這一個部分 所以變成是說 這個來講 不是他願意的 那情況是怎樣 那怎麼辦呢 我們今天也不是說 去改變怎麼辦 而是說 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氛圍 還有一個點 我要表達 的一個 給目前 就是說 給油膩的中年大叔 這樣的人 如果你是的話 不要難過 我只是要表達 這個來講 可能真的不是你的錯 而是說 這個是目前的環境 就是這樣 好比說我們之前節目有講的 你一樣說 跟另外一個人 另外一個同事 一起進來 人家就升官升了好幾看 你沒有 那是你的錯 就我們之前節目有提到的 他不是因為怎樣 而是他一開始進來的 他的一個植組長官 他的工作 種種的種種的 我們解析下來 那個某幾個關鍵的點 他剛好 對了 那努力也是有 只是我們要表達就是說 你跟他的差距 真的不是只是單純說 他優秀 你沒有優秀 就這樣不是 而是怎樣 是有很多盤根錯節的部分 必須要去剖析 那我們事實上也是 今天這個節目 在表達就是說 當如果說 今天是一個 有你的中年大叔 這樣的一個形象來講 可能真的也不是說 他故意要有你 而是他為了生存 而種種疊加的 一個環境的一個逼迫 或許他本身 就有他自己的有你 我承認 那也有我們今天講的 都是比較正面的人 那也有人就是怎樣 很不好的中年大叔 也有 對不對 我們剛剛這個就不在 我們的討論範圍 因為老實說 員工是好是壞 大家心知肚明 說實在話 都心知肚明 他有沒有認真 有沒有優秀 有沒有 是好的人 人才 大家都心知肚明 他是公司擺爛 躺平 甚至是唯恐天下不亂的 老實講 大家也都心知肚明 所以我們今天只要表達 當如果你今天是一種 不錯的員工 而被迫淪落到一個中年大叔 我們只要跟您說 不要 覺得那是你的錯 有些可能 不見的事情 但是可能自己成長 這還是要的 在職場 職場這個系列 我們事實上講的蠻多的 那在整個 因為一般補片來講 職場 跟大家最有關的 就是三件事 24小時除以三 第一個睡眠 第二個來講 就是工作 第三個就是生活周遭 但是比例上來講 最大是職場 大家跟相處最多 每天在那邊 抬頭不見 低頭見 最多就是職場的同事 雖然就是很明顯的知道 我們只是就是上班好同事 下班不認識 有交情 就好交情 有興趣他好興趣 那如果沒有就僅持這樣 但是的確 因為職場這個東西 他 的確是影響一個人 蠻多的一個部分 對 所以還是那句話 就是說 如果你有好發展 那恭喜你 如果你還在努力奮鬥中 沒關係 共免資 好 今天先來到這邊 掰